同志们,国内的仗打完了,国外的仗也打完了。 一,没让披红挂财开庆功会,二,没让回家看网店鸟。 一声令下,你们跟着党跑到了这大革命摊上。 那,至今,家里的亲人不知道我们在哪儿,不知道我们是死是活。 什么呢? 就因为,在朝鲜,美国人用一个小玩意儿在咱们头上悬了好几年悬着, 动不动,就嚷嚷着着要对我们做外科手术。 苏联专家也撤走了,瞧不起我们。 没有这个东西啊,我们中国人的腰杆子就挺不直。 现在,中央军委指示,可以把这个秘密告诉大家了。 我们就是要在这个大革命摊上,用我们自己的双手, 搞出我们中国自己的原子弹。 搞出原子弹。 横空出世,满昆仑,跃进人间春色,飞起玉笼三百万,叫得周天寒彻。 1955年1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收复了一江山岛,消息很快传到了华盛顿五角大陆的将军们, 强烈要求总统对中国大陆几个战略城市直接实施和打击。 于是,毛主席当即下令,中国人民要挺直腰杆子,必须造出属于自己的原子弹。 基于在这样的背景下,1999年便有了横空出世。 这部电影开拍时,中国的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消息也传到了片场, 正好赶上拍摄大夯的戏份,导演要给演员们做动员。 主演李雪剑老师说, 李雪剑老师,饰演的冯氏将军,接到了上级布置的任务。 中央调你回来,是要你搞原子弹。 我不会啊。 我会吗? 美国老会,苏联老大哥也会。 可是他们哪,不会白白地送给你。 就这样一支刚从抗卫援朝战场上,凯旋不久的英雄部队, 被火速拍往了西北的戈壁滩。 这支部队就是举世闻名的上甘林英雄连, 与他们一同前往的,还有他们的总指挥冯氏将军。 战士们只知道听从命令, 但不知道到底是执行的什么任务, 行军途中,口令又一次次传递了下去。 就此一支神秘的队伍, 像巨蛇般蜿蜒消失在大漠中, 很快部队到达了预定地点。 按照苏联专家的建议, 和实验基地原本定在了敦煌。 但逢是到了墨高窟之后, 他发现这里都是老祖宗留下的无价之宝, 不能就这么毁了。 于是他说服了陈志忠将军, 准备自己带领部队去寻找新的基地, 那就是被苏联人称为死亡之海的罗布泊, 但随之而来的困难也更多, 随身携带的水不多了。 战士们一呼水一人一口地往下传, 一分队出去找水源被埋在了风沙里, 负责寻找他们的战士, 只找到了一只鞋子, 天无绝人之路。 冯石带领部队终于找到了水, 他以为出现了幻觉, 但这却是真的。 这是不是水啊? 是水吧?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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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士们顾不了脱下身上的衣服, 纷纷跳进了水里, 冯石还写下了一首荡气回肠的诗, 死亡之海得欲浆, 天山为平昆仑杖, 纵横南北十万里, 赶问惊雷何日想, 随后将这首诗发给了北京, 经中央军委批准核实验基地 在这个地方打庄定位, 与此同时, 一大批从美国学成归来的科学家, 也在后方加紧筹备相关资料数据, 这其中就有著名核物理学家陆光达, 他们放弃了美国优厚的待遇, 克服了重重阻挠回到了祖国, 而他的好友夏世忠同样是一位科学家, 选择留在了美国, 陈指忠将军这样问陆光达, 你愿意一辈子隐姓来名吗? 1959年6月, 苏联中断协议撤走了全部专家, 陆光达为他们送行, 在漂泊大雨中, 陆光达为一位苏联专家撑伞, 那位苏联专家将伞拿了过去说, 听完这句话, 陆光达走到散外, 笔直地站在了大雨中, 面对着苏联人的抛弃, 我们并没有屈服, 而是更加坚定了自力更生的信念, 苏联人临走时还烧毁了图纸, 年老的科学家在雨中, 心急如焚地用木棍在活桶里, 翻找着还被烧毁的资料, 他们在桌面上小心翼翼拼接着残缺的图纸, 苏联专家告诉他, 有了图纸也没用, 计算数据的话, 即使用计算机也要算两年, 为了鼓舞科学家们, 周勋祥将军特意让他们放松了几天, 陈志忠将军打满了596环, 向大家宣布, 另一遍的冯石将军带领部队, 在罗布泊稳定了下来, 终于将这个秘密任务宣布给了大家, 现在中央军委指示可以把这个秘密告诉大家了, 我们就是要在这个大革命台上, 用我们自己的双手, 找出我们中国自己的原子弹, 然而,光有毅力和决心还不够, 原子弹的数据庞大, 美国用了六年, 苏联用了八年, 法国用了四年, 我们没有四年, 连两年都没有, 但是现实的窘境摆在眼前, 计算机只有一台, 完全不够用, 如果等其他科学院用完再去计算, 黄化彩都凉了, 既然没有这个条件, 那就去创造机会, 所有参与人员用算盘打, 吃喝拉撒睡都在研究院, 日夜交替不停歇, 互相轮流换岗, 第一组数据一个科学家, 连续算了五遍都不对, 陆光达却说, 你看还是不对, 万一他们错了, 于是, 陆光达回到了家中查阅资料, 他依靠一台首摇式计算机, 终于得出了结论, 果然是苏联人错了, 陆光达和妻子告了别, 陆光达的原型, 其实就是邓甲先, 真实当中, 邓甲先与妻子告别后, 就隐姓埋名了28年, 直到晚年身患癌症, 才与妻子重逢, 隐姓埋名的, 还有建设基地的战士们, 一天没有原子弹, 中国人的腰杆子就停不起来, 科学家们用了两年时间, 终于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打了出来, 有了理论就可以撸起袖子加油杆, 由总指挥冯氏将军带领先头部队, 到罗布泊的戈壁滩上, 斗风沙, 抗炎寒, 啃咸菜, 喝盐水, 士兵们用双手和解衣的工具, 顶着沙漠中的烈日, 硬生生地在罗布泊, 修除了运送物资的公路, 以陆光达为首的专家们也来到了基地, 随后, 方石为他们接风启陈, 工程很快就动工了, 就在战士们施工过程中, 陆光达却发现了一个重大问题, 因为戈壁的水盐碱量较高, 修建原子弹测试基地需要大量的淡水, 若使用盐碱水做混凝土会腐蚀钢筋, 造成不可估量的后果, 陆光达则令已经修建了一部分的工程停工, 全部拆除反攻, 纵然冯石将军竭力解释, 但他陆光达坚持原则, 必须按照图纸设计来搞, 一分一毫都不能差, 冯石只能克服这个困难, 命令士兵要不分昼夜的, 前往几百公里外的生活去垃淡水, 时候陆光达并表示, 要撤换这支违反了施工纪律的队伍, 一旁的冯石指挥听到这个消息十分的心急, 与陆光达争执了起来, 门外,团长带着战士们在大雨中助力着, 团长用他质朴的口音说着, 总指挥, 总长们, 是我错了, 你们撤掉我这个团长吧, 但是, 把部队留下, 总指挥, 这边旗子不能倒啊, 严肃的队, 同党实施, 外国自宝, 外国自宿, 陆光达看到这样的战事能知错就改, 并且态度十分诚恳, 于是原谅了他们, 1961年夏天, 在各方的不断努力下, 原子弹爆红终于实验成功, 正是这种坚持让中国的原子弹试验, 取得重大突破, 但困难也接踵而来, 先是美国对中国施加压力, 不给中国一丝喘息的机会, 与苏联一起妄图争霸世界, 消灭掉一切有威胁的因子, 1964年底, 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 从现在开始, 核材料的生产, 中子引爆装置, 理论设计, 实验场地, 所有部门都以这个时间为准, 进入倒计时。 原子弹进入倒计时, 而就在这最关键的时刻, 中国又赶上了三年自然灾害, 通向罗布泊基地的铁路被洪水冲断, 调往基地的粮食被堵在河西走廊一带, 难以运过来, 吃得喝得极其匮乏, 基地有近千名的知识分子和指战员, 由于粮食短缺, 营养跟不上, 得了夜盲症, 有三千多人拉肚子, 腹中更是普遍心想, 严重的有二百多人已经倒下, 在现有的条件下, 士兵们敢为人先, 全力保障专家、 博士以及其他知识分子的吃食, 有一粒粮就让出一粒, 没有粮就让菜, 没有菜就让树皮、树叶, 所有将士无疑人反对, 就算是吃糠厌菜也要办大事, 陆光达听了之后, 有不同意见, 他不同意这种做法, 因为他去过工地, 看到战士们也非常辛苦, 在这里科学家们也不搞特殊, 和战士们都是同等的, 两车三天后才能到, 最重要的是, 怎么熬过这艰难的三天, 于是科学家们与战士们一起坐在露天的场地上, 挨饿唱歌, 挨饿看电影, 人不管在什么时候都要精神起来, 遇到大风沙的天气, 帐篷被吹倒, 脚架被吹散, 为了保护设备, 他们用身体挡住风沙, 为了不让图纸被刮跑, 他们把衣服脱下来包住, 陆光达和妻子王如辉都在罗布泊的戈壁工作, 却互相不知道对方身在何处, 连个照面都没打过, 直至一次暴雨发洪水, 需要转移设备和资料, 两人才意外相遇, 而此时距离他们上一次见面, 已经过去了好几年, 1964年4月, 原子弹核心部件被秘密运网罗布泊, 铁路沿线五步一港, 十步一哨, 火车上每个车厢都有重兵把守, 防止有些人或国家恶意破坏, 回到北京的陆光达 与从美国回来的下石中, 意外见了面, 这一举动被外围拍下照片, 无端捏造, 蓄意诬险, 致使陆光达的立场被怀疑, 令其不得返回基地, 在北京等待通知, 冯石将军得知消息后, 迅速回到了北京找到了他的老上司, 他拿脑袋担保陆光达的清白, 沉挚中将军狠狠地训斥了冯石, 救援的这一天, 知道这一天的分量吗? 史学家因为这一天, 要把整个中国的历史分为两节, 五九六, 横空出世, 不是你我的脑袋能够担保得了呢, 你知道吗? 你给我回去, 你给我立刻回去, 也就是冯石的这一担保, 就在他乘坐飞机回罗布泊的时候, 陆光达也上了飞机, 1964年, 各分队进入实验现场, 原子弹爆炸前夕, 冯石和陆光达的一段对话, 可谓是达到了本片的第一次高潮, 我们抓了一个美军俘虏, 一个小小的下士, 竟敢在我的面前, 大声喊叫着, 扔个原子弹, 让我们尝尝, 给我们做个外科手术, 气得我, 逼着他, 用咱们的中国话, 唱, 打败, 没递解新郎, 武器落后, 受气, 我忘不了, 我们的士兵, 被凝固汽油弹, 炸成了火人, 他们挣扎着, 喊叫着, 喊着爹, 喊着娘, 伤员更是可怜哪, 没处躲没处藏, 就在我的身边, 我, 救不了, 救, 救不了他们, 尽管这样, 咱屈服了吗, 没有, 咱中国人, 中国共产党人, 就从没怕过他美国, 应该说美国, 是一个美丽的国家, 可他不应该像现在这样, 动不动, 就要欺负你, 1964年10月15日22时, 原子弹吊装上塔, 10月16日7时30分, 安装人员撤离, 此时距离原子弹爆炸还有五分钟, 注意前方, 核能预警, 1964年10月16日下午三时, 中国在西部地区, 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即美国, 苏联, 英国, 法国之后, 成为世界第五个拥有和武装的国家, 东方巨象至此震惊的世界, 请让我们记住那些国事无双的名字, 邓甲仙, 前三强, 王甘昌, 彭恒武, 陈开甲, 周光照, 陈能宽, 吴子良, 朱光亚, 于敏, 林俊德等等, 以及那些未留下姓名, 就匆匆离开的默默无闻之人, 他们都是中国的脊梁, 都是大国梦的缔造者, 我们幸福并感激着, 一声谢谢也许代表不了多少, 能做的就是不如鲜卑们的付出和牺牲,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全部结束,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